你们谁呀 干什么你们放开我 喂 喂你们 苏鱼 苏毛 我给你 五百万 你代替我 做苏家大小姐 我们苏氏集团副总裁 为期三个月 你犯了什么事 要找我给你顶罪 爸爸非要我嫁给什么首付 我不喜欢 我向往自由的爱情 这自由的爱情 还不如我吵得回锅肉香 我知道 你现在欠了几十万的高利贷 你拿什么环 我又不是要你回到苏家 我只是要你做我的替身而行 双胞胎姐姐的这张脸 也只有这点利用价值 我拒绝 苏毛 只要你成为我的替身 五百万 能够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你难道真的想回到那个肮脏的乡下饭店 颠一辈子大勺还债 看来只有进入苏家 才能了解当年车祸的真相 先给签 OK 签合同 阿涛 开车 从现在起 嗯 就是苏鱼 哦对了 让你成为我呢 性格上面会有一点差异 我会想一个正当的理由 让你成为我 什么理由 什么理由 病人脑部熟创 属于轻微脑震荡 可能会出现短暂性失忆或意识障碍 但身体没大事 随时可以出院 你们家属多别 这就是所以安排的正常的理由 防止出现后遗症之下 还好 现在 我送你出去 苏总 你醒了 觉得怎么样 我还好 麻烦给我倒杯水 苏总 我要是做错了什么 你直说就行 千万不要用这种语气 苏鱼平时就这么对手下员工的吗 我只是有点渴了 想喝水 冰的 热的 还是肠温 肠温 这女人是谁 这家水 一看就是来找茶的 苏鱼 别装了 你故意车祸 不就是想引起浩天哥哥的住屋吗 我奉劝你识去点 你早点退出 他根本不爱你 爱能当饭吃吗 我只想要钱 爱能当饭吃吗 我只想要钱 你 行 那今天晚上 你外婆的喜业 你就不用来了 反正你们苏家人 根本不在乎亲戚 外婆的喜业 只要你在这份 协议上签字 答应放弃继承 你外婆那百分之十的股份 我就带你外婆去治病 我终于知道 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你 你的缘 只有寓意 只要你签了字 你外婆的病 就能治好 苏珊和真的治好了外婆的病了 谢谢提醒啊 我 一定会去 你去了浩天哥哥 也不会喜欢你 你喜欢 陆浩天 是吧 我让给你就是了 男人嘛 就跟衣服一样 我随时能换 苏瑜小姐果然跟常文中一样 性格不羁 严心放股 竟然是她 苏瑜小姐果然跟常文中一样 性格不羁 严心放股 竟然是她 这东西 去 分头找 长得还乖好看呢 外婆说救人一命 身造七级浮屠 我就救你一次 落了一个洞 我竟然救了个首富 早知道就等她醒了再走 让报答个几十万 我这几年 也不至于为了还债 批准点点大勺 便能手都起剪子了 浩天哥哥 你也来看阿玉表妹啊 她最近出了车祸 受了伤 你就别说这些话 刺激她了 这么一看 这个男人比那天晚上更帅了 你看过了没有 抱歉 今晚宴会结束 我就会宣布和苏家订婚 你大可以装病不来 因为你到不到场都无所谓 婚后我可以如你所愿 我们互互干涉 浩天哥哥 找那刷有个屁用啊 还不是个渣男 早知道这样 就让她撕远一点了 早知道这样 就让她撕远一点了 哎 啊 啊 你都不会等到我了 哇 苏云一个房间 比我们村口 整个饭店都大 苏总 晚宴 还有两个小时就开始了 这些都是按照您的喜好 我为您刚刚换来的新领服 每件都是些亮款 您的首饰和包包也都换新了 里面竟然还有 好久没见到外婆了 是得穿得好看一点 嗯 你先出去吧 我自己选 公主 小裙 小亮片 小婚纱 这有钱人的聚会就穿这些吗 一件正常的衣服都没有啊 嗯 这件还不错 就谈了 好久不见 苏家真厉害 静生生把葬礼 放成宴会 知足吧 死的只是苏鱼的外婆而已 又不是苏家的人 苏鱼他妈 早都跟野男人跑了 能给苏鱼的外婆办葬礼啊 他爸 真是心大 快别说了 苏鱼他爸人都没来 还不是靠苏鱼的大姑 我们轩轩跟妈妈来操持的 真是心善啊 有几颗人是来参加葬礼的 还不都是听说 陆家的人要来参加宴会 才过来的 陆浩婷真是帅气有多几 跟我们人们心善的轩轩 是绝配 那个刁蛮人气 天天在外面鬼混的苏鱼 跟我们轩轩提鞋都不配 也不知道 他今天穿什么来参加葬礼 上次勤家商宴 穿的那个洛丽塔公主裙 真的是笑死我了 苏鱼家姐到 女仆装 所以果然不会拿着笑 苏小姐请 这是苏鱼吗 那是谁 听说出车祸 脑子被撞坏了 撞得好看哦 还不是废物草王哥 待会儿就让你身败名裂 苏鱼啊 跟我才找到你 谁啊 我不认识你 我不是阿高啊 你竟然叫什么不认识我 阿高不是跟苏鱼一起出国了吗 你发挥也行 你总的告诉你 肚子里面的癌和吧 都管了两万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当时苏鱼的语气 却还没有反应呢 苏鱼 这是你老相好呀 趁今天人多 介绍给大家认识是呗 好像两个月了 注意点哦 少喝点酒 鱼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赶紧把它带走 今天晚宴来了这么多人 你这拉拉扯扯的 丢了苏家脸面 青山表姐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呀 这年头谁家大小姐 不养几个自己喜欢的弟弟 弟弟 姐姐呢 喜欢乖的 听话的 你这样抱 姐姐很不开心 你以后 别来找我了 我也不可以了 宝安 把这个不听话的给我轰出去 宝安 把这个不听话的给我轰出去 你们两个处在那不动干什么呀 别忘了 这是苏家的燕飞 我才是苏家的大小姐 你们要是不听话 下场 就跟她一样 别动啊 别动啊 苏宇啊 你给我等她 老子也要把你给我等 这个千金大小姐的身份真好用 上头 苏家大小姐 好大的架势 真丢人 自己私人恶恶乱 和野男人鬼恨 还不承认 苏宇怎么回事 她不应该心虚的撒泼打滚 然后被野男人带走 这个小贱人 果然像是突然变了个人一样 青山表姐 怎么了 舍不得 你喜欢光头那款的呀 早说嘛 没关系 我让给你 那种下等人 也就会纠缠你这样的 没办法 谁让我魅力大 人家人爱呢 你 苏宇 以为这样就能取消我陆家的婚约了 安妮 我好像忘了很多事情 把跟苏家有关系的家族人名资料 发给我一份 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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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先生是有什么癖好吗 这里是女洗手间 苏先生 他以前明明管我叫姓苏的 你又叫玩什么花样 这个男人看起来不好对付啊 该不会发现了什么的 苏先生 苏先生 我花样可多了 你要不要留下来 我慢慢玩给你看啊 别做梦了 我对你一点兴趣的 我跟你结婚 只是例行过生 我都没玩够 怎么跟你结婚 玩 你是不是喜欢乖的 听话的 看来你记我的话记得挺清楚的吗 你要是乖一点 听话一点 我倒可以考虑你一下 我警告你 今晚我会宣布定 从今晚开始 把你那些不良希望 给我收拎一下 要是敢丢了我们陆家的脸 我会让你们苏家 在川城混不下去 这位来宾 欢迎参加苏家喜宴 苏仪的外婆走得安详 寿终正寝 所以我们就丧事当喜事吧 今天的日子很特殊 下面有请侍者的外甥女 秦轩 苏瑜 上台调任 秦轩 鱼 快上台 鱼 说好我是喜丧 不必这样的 宋轩 你放心 你是故意的 是又怎么样 反正你在烟火上丢人 又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在烟火上丢人 应该 是第一次了 啊 苏瑜 你怕什么 我外婆的葬 你穿大红色调研 苏瑜 你这个神经病 光头是你找的 我的裙子也是你故意采坏的 你给我使半字 你还太嫩了一点 今天是外婆的葬礼我不跟你计较 但是再有下一步 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 是我外婆的葬礼 不是什么喜严 之前是我不懂事 连我外婆的最后一面我都没有见到 是我的错 但是也是整个苏家的错 葬礼就应该有葬礼的样子 所以麻烦各位来宾 您穿着打扮不合适的 回去 重新茁壮 葬礼将在一个小时之后重新开始 今天给大家 带来的麻烦 我在这里 向你们道歉 苏瑜虽然生活作风不检点 但看起来并非传闻中那么冷血无情 走 我们先去换衣服 这个渣男 还算有点良心 大家等一下 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苏瑜 难道 被他发现了 你这个冒牌货 仗着自己有一张跟苏瑜一模一样的脸 就想顶替别人做大小姐 你做梦 把 把这个女人抓去警局 等一下 秦轩 我让你给我外婆磕头 你是把脑子给磕傻了吧 说我是假的 真的在哪里 你有证据吗 不记黄河不死心事吧 真正的苏瑜昨天晚上就已经登机出国了 我派人查过登机消息 苏瑜的护照和人脸识别都通过了 这些就是证据 好像真的是苏瑜 跟一个男人 台上那位是谁啊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苏家大小姐 有双胞胎姐妹啊 这个冒牌货 肯定是整容的 我说苏瑜今天怎么不太对劲 原来是假的 这个冒牌货 冒名鼎劲苏家大小姐 大闹苏家喜宴 还欺负我家薰薰 如果我家薰薰 我都得上了下班 让你牢翼走出来 妈 不过 你睁开眼睛 好好看看我的脸 我是不是真正的苏家大小姐 证据都已经在这儿了 你还敢嘴硬 秦夫人 我想这件事情 可能有什么误会 陆总 各位 刚刚的事情是个误会 没有什么真假大小姐 她就是苏瑜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一起 她也没有去过什么机场 这些照片的真实性 有待有啥 既然陆总都出来作证了 咱们就不要大吉小怪了 误会而已 秦家这两位只是苏家的外戚 还做起苏家的主了 浩廷哥哥 你相信我 这些证据是真的 她根本就不是什么苏瑜 车祸也是假的 我陆浩廷 不会认错自己的微分析 她一整晚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身边 至于车祸 是我没有可能状怯 下次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果然是渣男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这么私密的事情 你怎么能谈众说出来了 这可是不被情节 你 你们 秦小姐 苏家葬礼 不要胡闹 还请各位听苏大小姐的 先回去换好衣装 一个小时之后 苏家葬礼继续 要是还有人对我的未婚妻 产生什么质疑 可以来和我当场对峙 macbook 我没关系 跟悠惯 那我说 我 Glen 思雨 陆先生 之前是我不懂事 说话没亲没中的 还请你不要和我计较 今天 多谢你替我解围 我只是帮我未婚妻而已 陆先生 我想你误会了 我是很感激你 但婚姻大事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 再好好考虑一下 现在整则穿成的人 都知道我帮人 你想赖账 我是想报答你 但没必要以身相许吧 你拿什么报答 你除了有苏家大小姐的身份 还有什么东西拿了出手 炒菜 我炒的菜 包你满意 炒菜 杜总 这些都是新级酒店吃不到的独家菜 您尝尝 包你满意 这些 都是你做的 对呀 没想到堂当苏家大小姐 还会做这些 个人兴趣爱好而已 啊 怎么了 副总 这这太好吃了 没出息 普通家长菜而已 没有做 轩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面证据不足的事情 不要闹这么大动静 害得我跟你一起丢脸 妈 怎么连你都不相信我 他真的不是苏语 我派出去的人查到的消息 不会有错 真的 他真的不是苏语 怎么跟苏语长得一模一样啊 而且不像是整容的 那他有没有生胞胎姐妹之类的 这个世界上 有长得一模一样的 两个人也太巧了 没听你舅舅说过 有两个女儿 这件事情得好好查一下 你舅舅在隔壁市治病 一时半会回不来 如果真的不是苏语 那苏氏集团可就是我们说了算 他外婆的那些股份 也就都是我们的了 妈 是不是只要把苏氏集团弄到手 我就更有资格嫁给浩婷哥哥了 那以后 陆氏集团就都是你的了 等着吧 葬礼就听他的又怎样 他是不是真的素语 后天股东大会一试就知道 陆总 苏氏姐做的饭太好吃了 我又有点吃撑了 还行吧 那 陆总 这些还算满意的话 就算是我报答你了 你 你想干嘛 我帮你的可是大忙 做一顿饭 炒几个菜 就算是报答了 那 那你还想怎样 三个月 三个月 你来做我的私人厨师 三个月 每天都能让我满意的话 就算是还完这份人情了 那我 那我当初救你一命的人情怎么算 你什么 不行 我现在是苏语 把救了他的那件事情说出来 就报了 我答应你 三个月之后 咱们的人情就一笔勾销 那请陆总 也别再提什么 病婚的事情了 陆总 苏小姐这两天变化也太大了 但是 有一点苏小姐是没变的 哪一点 苏小姐之前不想嫁给你 她现在还是不想嫁给你 早上 你找我出来干嘛呀 苏总 今天的股东大会 你忘了 股东大会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早点跟我说 在您出车祸之前 我就告诉你了 那个 我出了车祸之后吧 这档西里忘了很多东西 行 我们现在去公司吧 你这资料整理的不错啊 苏 苏总在夸我 苏语太不像了 给舒明酒店造成这么大的损 实际上她是副总 平时开会不是迟到 就是干脆不拦 太不像话了 你看看 九点了 咱们还是别等了 说明酒店 说这么大的擦妥 她能来才怪 李玉还是个孩子 犯错很正常 等她来了 让她给大家道个歉 咱们再一起商量个对策 她能准时来 我把桌子吃了 八点五十九分 是的 自然还是拿了 你 林玉 快别闹了 酒店的问题闹得有点大 快给大家道个赞 我只是开除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主厨而已 我为什么要道歉 知不知道 那个主厨可是京城来的名厨 书名酒店的大顾客们 都是冲着京城名厨的名声来的 你开除了人家以后 人家直接跳槽到成盛酒店去了 那个主厨我看过了 菜色一般 酒店经营的主题就是菜色和服务 她炒的菜 连乡下饭店都不如 我不开除 有助过你 菜色一般 你这种什么都不懂的草包小姐 你凭什么说人家菜色一般 我当然 当然懂 我炒的菜比它好吃一百倍 不行 现在不能到了 玉玉 股东们都是你的长辈 道个歉 大家就不会再责怪你了 他都指着我鼻子骂我草包了 你还让我道歉 看见你了 那你否不上墙 酒店经营的改善方案呢 我已经做好了 新品菜色和宣传策划 都是我做的 只要按照这个执行 三个月后 就能把生意从成盛酒店那里 抢回百分之三十 玉玉 你竟然会做酒店方案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学了两年金融一年管理 这酒店管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会这些 很意外吗 你说补票啥 还真不懂 单身饭店当厨子 这专专业可太对口了 不行 玉玉 酒店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口碑下降 你这方案不降价 反而把菜品的价格翻倍涨 这样哪还有顾客 来我们酒店消费的客人 非富即贵 谁会差这点钱呀 只有不自信的厨子 才会自降身价 不行 我反对 你这方案问题很大 让你这么做 酒店干脆关门算 玉玉 你不懂经营就不要逞强 说明酒店是苏氏集团名下 最重要的产业 全国连锁 那么有下骨骂 照我说的错 半个月之后 没有抢回三成的生意 我自动辞去 公司部总职位 那个草包呀 拿着个破法 说是要半个月内 抢回成胜集团三成的生意 不然就辞职 简直可笑 你盯着点 知道该怎么做吧 你要干嘛 秦轩 我没惹过你呗 我也说过 这陆浩婷呢 我可以让给你 你干嘛非抓着我不放啊 怎么 看我坐椅子 你很不开心 这是什么呀 躲练子 我今天呢 就让你做个够 让你要干什么 快放开我 救命啊 放开我 把我锁在这里 到底是谁 我劝你 少惹我 不然我可是不会放过你 你看 孙玉一样 让我介绍你冒牌活的身份 让你老地做穿 那你试试呗 看看 你做假账的那些数目 比比咱俩 到底谁 做了你的数更多 总裁 我们上巡 各行业绩都很稳定 除了 除了程盛酒店的生意 下滑比较明显 原因 庶名酒店的主厨 被他们的副总辞退后 跳槽到了程盛 庶名本来是要损失 但是他们的副总 突然出新招 推了一堆高价菜品 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的顾客 就带着新客户 一起去了书名 苏玉干的 是的 总裁 苏小姐这次播 赢得可是真漂亮 变化 变化可真大 那总裁 酒店的事情 我们要怎么处理 成盛酒店不是陆宿的主营场地 随了去 别求生意的爱死要去 总裁这是在 宠西 别求生意的爱死要去 总裁这是在 宠西 总裁 苏小姐和秦小姐 一起来送午餐了 你个冒牌 不还是省省吧 浩亭哥哥 是全是我做的吧 我现在呢 是陆先生的私人厨师 他的一日三餐 都要经过我的手 麻烦你下次 送餐的时候呢 先经过我剪牌子 私人厨师 浩亭哥哥 你怎么能让这个冒牌 获做你的私人厨师呢 他根本就不会做饭 还是尝尝 我给你做个鸡汤吧 陆先生 你要做午饭 我已经按时给你送来了 行小姐 看看你上次坐一天马桶 还是没有做够了 你得意什么 这个鸡汤 可是我熬了一上午 才熬出来的 浩亭哥哥 一直都很喜欢喝 而你做的垃圾 狗都不吃 这是你派人去买的吧 胡说什么 这就是我自己熬的鸡汤 哦 那放了多少盐 桌料放了哪些 大火小火更炖多久啊 两勺 你确定 三勺 我看你就是想抄袭我的配方 这鸡汤根本就不是你做的 不是我做的 难不就是你做的 我做的可比这好吃多了 你装什么呀 陈助理 拿出去 喂狗 陆先生 你确定要听秦小姐的 拿我做的饭去喂狗 浩亭哥哥 你就这么看着他欺负我 陈助理 等一下 哎 既然陆总不想吃 那也别抱田天雾呀 我正好得吃 我开灯了 陈助理 你吃了没 还还没呢 那正好一起来吃呢 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哎呀 这 这多不好意思 我待我待 吃开点 嗯 苏小姐做的饭真的没能说 太香了 你个冒牌货 还不承认 你根本就不是苏宇 他可不会做这么好吃的饭菜 哦 那你是承认我做的饭菜 比你做的鸡汤好吃了 你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尖修的是酒店管理 我的菜品呢 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我劝你 最好不要惹我 不然 浩亭哥哥 你看他 他想害我 秦轩 苏鱼现在是我的私人厨师 聘级只有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 你就先不用给我送鸡汤了 还有 我已经当众澄清过 他就是苏宇 以后不要再把冒贝后 挂在嘴上 浩天哥哥 给我等着 等我查到证据 就让你下地 总裁 苏氏集团董事长 苏珊和亲自拜访 人已经进年梯了 苏珊和不是在外地治病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外婆的死 跟苏珊和脱离不了关系 帮了个照 但现在还不是见面的时机 知道了 直接到到办公室来吧 路总有课 那你就先走了 站住 你爸 你走了什么 心虚 怕舅舅揭揣你啊 苏鱼 苏珊什么时候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 他没有通知我 舅舅回来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 都不通知的吗 那你跟舅舅 应该也没见过面吧 你不关心一下 舅舅的变气 浩天哥哥 你看他这不心虚的样子 我看你就是被这个冒牌 会给骗了 苏鱼 苏不复来了 你应该见起 为什么 我跟他之前 闹得不太愉快 你这借口可太搞笑了 父女俩的事情 有什么不能当面说开 我不想见他 让我先走 苏鱼 你最好别跟我玩什么坏 我是苏珊河的女儿 虽然 我也不想当她的女儿 但我没得选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跟他闹得不太愉快 我不想见他 什么不想见 你分明就是心虚 给个解释 我跟苏珊河的事情 有必要跟你们解释清楚 你就是个冒牌货 不敢见人了 陈助理 马上报警 把这个冒牌货抓起来 苏小姐 你真的是查了苏小姐 他就是个冒牌货 要不然怎么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敢见你 给不出个解释 我只能让陈助理报警 这些天 你点替苏鱼用了苏家多少钱 给公司造成了多少损失都要查清楚 这件衣服 那得要十多万吧 冒牌货 我要让你老底坐穿 叫醒啊 你回来了 你不在的时候 有人趁着余鱼表妹出国就冒充他 到处照样撞骗 舅舅 你快揭穿他 你 你 舅舅 你快说呀 他是冒牌货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穿裙子 才是爸爸的小公主 苏珊河搞什么鬼 老眼花花真的认不出来我和苏鱼了吗 舅舅 你看清楚了吗 他根本就不是苏鱼啊 胡说什么 他不是苏鱼 谁是苏鱼 可是 子鱼根本就不会穿这样的衣服 他也 轩轩 你平时很懂事 今天怎么了 回家去 别在这丢人了 舅舅 我没有 我 你在外面 治病刚回来就来找我 不知聊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来找你 是想和你商量 你和鱼鱼的婚事 鱼鱼外婆的 葬礼的事情 都知道 我希望呢 你和鱼鱼的婚事赶紧定去 不行 外婆的葬礼才刚结束 我现在不想结婚 过两天再说吧 不说什么 什么都不能阻止 你和浩婷的婚事 浩婷啊 她不懂事 你都包含 订婚的事情 我尊重她的意思 对了 爸 这事情 让我们自己商量正好了 你呢 都赶紧接回去 送你回去算是安 不管你是不是苏 都要让你好看 我呀 你别装了 你明明就认出来了我 不管你是苏鱼 还是苏萌 都是我苏山河的女 必须尽快嫁给陆浩婷 苏女儿 不还是为了利 我外婆怎么死的 是不是跟你有关 你当初费尽心思 让我放弃股份继承权 现在外婆的股份 都都是你了吧 那苏宇那份 是不是也被你骗到什么 她离开这么多天 你一点也不关心 她去哪里了 你比你单纯 加的好够 她只想出去玩了 没什么 你要是知道苏宇 跟一个黄毛混混跑了 还准备大着肚子回来 你还会觉得她单纯吗 你连大学都没念 股份给你也没 不过你来也好 在我去见你妈 我有事要找 你还有脸见我妈吗 你背心心思拿到了股份 就以为自己能守住 公司总是整个位置 你怕是不知道 你的青睐是你一家子 已经把公司瓜分的差不多了吧 黄狼补偿 黄雀在后 宣宣 老子今天一定要把你睡了 你没有几个人 别耽误时间了 一起上 上 上 看老子追到你 不吵死你 追 我 我 感谢观看 我心里没有嫁过 春雨 山一倒霉 山一倒霉 医生 医生对着我妈跟我外婆 姑娘 姐 你母亲因为伤势严重 抢救无效 已经去了 你外婆的伤势比较轻 但是你年纪大了 不一定能撑得过去 你要做好四枪准备 妈 外婆 你们不能留下我一个人 妈 外婆 妈 自我梦得了梦境外婆 看来苏语 并不是成了一种 没心没肺的草包 是因为外婆去世 对她的打击太大 所以才心情大变的 苏语 醒醒 苏语 朗浩婷 你怎么会在这 这是哪里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你怎么把自己摔成这样 我 还是先回去跟交警说吧 这里那么偏僻 手机又没有心话 你腿还受伤了 我们先想办法回去 这是你帮我包摘的 不然你觉得这还有其他人 谢谢 你的手怎么这么不错 还有检测 没什么 手伤怎么回事 我看看 我们先回去吧 那个我 可能骨折了 糟了 我背你吧 我不用我 我力气很大了 我 这男人的肩还挺宽的 苏萌 你在想什么 别拉动 那个 路总 你是怎么知道 我出车祸的呀 没有 退下 追上去 是 总裁 快去找人 好 总裁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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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特地来救你的 我只是路过 嗯 总裁 总裁 苏云找到你了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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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上车 送他去医院 好 车在那远 总裁 苏小姐 医生说了 骨头只是脱臼 接上去休息几天就好了 其他的都是皮外伤 不碍事的 谢谢你啊 陈助理 不用谢我 你要谢 就谢我们总裁 我们总裁可是非常担心您的 说什么也要保证您的安全 看见您掉下去之后 他 总裁您怎么 没事吧 好 说到哪儿啊 我们总裁狂门下车 那十几米的伤口 他说跳下去就跳下去 眼睛都不在展开 不是碰巧路过 碰巧路过 那是刻意碰巧 故意路过 是不是啊陆总 陈助理 去给苏小姐准备吃的 好 另外 这给你 这给你奖金全顾 陆总 我 那个 陆总 还是谢谢你啊 你要签我一个人去 我 我已经查到 那个找你麻烦的光头 叫李智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派来的 或者说 你跟谁有仇 除了秦轩还能有谁啊 我说出来你也不信 我不知道 你不是能查到吗 你帮我查一下吧 你不是能查到吗 你帮我查一下吧 我凭什么帮你 你要拿什么报道 这个男人长得也太好看了 比我犯罪啊 算了死就算 这样报答不可以吗 不可以 这样不行 这样 就算 请两次 你得 帮我两个忙 苏小姐 你还挺外讨教 你想 行 说吧 还有什么事情 我 我外婆和我妈妈 三年前出了车祸 我妈妈 去医院抢救无效 去世了 我外婆 虽然伤势很轻 但因为年纪太大 引发了其他的病症 送去医院就职 虽然病情没有加重 但也没有好转 然后 苏珊和 把我外婆接走去治病 结果我外婆 人三个月也没有成果 就走了 你怀疑苏伯父 为什么 因为我外婆手上 有苏氏集团 百分之十的股份 是我妈妈 当初嫁进苏氏的彩礼 竟然是这样 但你是她的女儿 如果可以选 我宁愿做一条狗的女儿 也不想做她 苏珊和的女儿 我会尽快帮你查 你先好好学学 我公司还有点热 都蛮我了在里看 乱嚼什么事 苏珊和居然把我们从苏氏集团开除了 还把总监的妹子留给了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算什么东西 我是苏氏千金 而你呢 不过是苏家的助成罢了 亲生女儿 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呢 妈 别在这跟她废话了 现在记者就在外面 今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你不过就是个冒牌货 冒牌货 现在大家都说你是冒牌货 不是真正的苏家千金 这是你的保险柜 密码锁的 做不了解 你就当着大家的面 给它打开 让大家看看 你就是苏鱼 秦萱居然把苏鱼的保险柜都搬过来了 这年头 我居然要自证自己是不是苏家人 居然要让外人来证明 我是不是我父亲的亲生女儿 秦萱 你未免太荒谬了吧 萱萱 别闹了 带着他们出去吧 我是苏鱼的亲姑姑 苏鱼是真是假 我知道 妈 我也是为了姐姐好 姐姐 你马上就和浩婷订婚了 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 你就打开嘛 让大家看看 是不是 谣言自然就止住了 姐姐 你该不会真不是 胡小姐 你就打开让我们都看看 我们也做个见证 对啊 胡小姐 该不会 您真的不是私价现金 信息不敢打开吧 不可能啊 怎么会解锁成功呢 明明不是苏鱼的 为什么 秦萱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肯定是手上贴了什么东西 让我看看 住手 浩婷哥哥 你也来看望表妹啊 看望 带着一群记者的墙壁 苏鱼证明身份 这叫看望 浩婷 现在外面流言四起 我们这样 也是为了苏鱼好啊 为了她好 对啊 浩婷哥哥 只要姐姐解开了密码锁 自然不会有人怀疑她 不是苏世千金了呀 浩婷哥哥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 陆浩婷对秦萱这么纵容 居然是因为 她占了我的功劳 现在苏世小公司也破产了 我和妈已经被逐出了苏世 我必须抓住这一次机会 浩婷哥哥 我之前救过你一次 你说过 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 现在 我想行使这个条件 当年救我的人并不是你 你以为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还不知道 那个人在哪 这么多年 我对苏家已经仁至义尽 而且 我的妻子 只有苏语 至于你 买凶杀人 够半生 还是在牢里中 她怎么会知道 不可能的 我明明处理得十分干净 浩婷 你在瞎说什么 萱萱怎么可能会买凶杀人 她偏常 可是连只蚂蚁 都舍不得踩死的 蚂蚁都舍不得踩死 你对你的牛 真是暂时 抓起来 他死 陆浩婷 你这是干什么 我已经嘱咐过了 我可以让他在监狱里少蹲量 至于秦家 也该破场 陆浩婷 关秦家什么事 你居然为了一个苏鱼 这样对待萱萱和我 浩婷哥哥 你不可以这么对我 我可是救活你的人 浩婷哥 让秦萱 陆浩婷 我来见你出院 怎么 你这样取的 是我的吗 还是苏家大小姐 都是你 都有 我都没有 苏萌 我回来了 你现在可以收拾好你的东西 赶紧滚蛋 那个月的时间还没到 你什么意思 代替我一段时间而已 你不会真把自己 当成苏家大小姐了吧 我只是在旅行合约而已 合约是我定的 虽然按照我的规矩 你只是我的替代萱而已 你现在的一切东西都是我的 不要妄想一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赶紧收拾东西 给我滚蛋 对啊 我只是一个替身罢了 现在苏鱼回来了 我的确应该离开 只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有点舍不得 原来苏鱼怀孕了 还在国外被阿涛虐了 怪不得突然回来 真惨 苏萌 管好你的嘴啊 否则我要你好看 收拾好你的东西之后 立马给我滚蛋 苏鱼 开门 新陆的怎么来了 新陆的怎么来了 早就在媒体上看到了 我跟陆浩婷订婚的消息 没想到苏鸣这个死丫头 跟陆浩婷关系处的还不错 以前她是从来不过来正义 等一下 怎么了 你确定要有这副样子去见她 那我先躲起来 你去应付她 苏鸣 拿了我的钱就做好你应该做好的事情 不要想想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家怎么不开门 我刚回来太累了 睡着了 你怎么又来了 来通知你一声 明天是定文宴的礼服 这种事情 让陈助理通知不就好了吗 你干嘛亲自跑一趟 亲自来 你接了声音 什么声音 没什么 苏鸣躲得好好的 怎么发出动静了 会又被发现了吧 不行 我去看看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先回去吧 我明天还要试 丁风燕的衣服呢 苏鸣 我也在家里藏了野蛮人吧 没有 那我进去看 那我进去看 屋里什么都没有 你拦我干什么 哪有 那你抖什么 有点冷 手这么冰还穿这么少 我习惯了 要不 我去给你做饭 送你一菜 吃他番茄牛腩 这小鸣 好想捏一捏 不行 不能沉迷难搜 我终究不是苏鸣 要离开的 怎么 还没有订婚 就头牌送抱 不行 心跳好快 这男人这么会撩吗 头牌送抱 转于我的注意力 苏鸣 你最好别让我顶着 跟其他男人在一起 怎么可能 我不敢 我肯定不会跟其他的男人 搞在一起 但是未来 苏鸣就不确定了 最好 苏鸣这个女人 现在享受着我未婚夫的温柔 凭什么 凭什么 不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一无所有 这本乡下来的野猪子 就应该捕回自己的狗啊 嗯 我马上到 明天我来接你 好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 我跟陆浩婷 我知道 你把我跟陆浩婷定了个婚嘛 我向来跟新陆的水火不容 不过婚后可就不一定了 嗯 愿意跟他结婚 为什么不愿意 我之前是挺讨厌他的 觉得他非常的假正经 但现在 我不这么想 苏鸣 你可别忘了 陆浩婷是我的未婚夫 我们可马上就要订婚了的呢 不过 你呀 还是没有机会 去参加我们的订婚宴了 你该回到 你应该回到的地方 啊对了 这身衣服 记得给我换下来 很贵的 像你这种土包子啊 就别穿适合自己的 没事的 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 回去之后 把高利贷还清 我还是继续当主事 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的 黄毛阿涛 这不是苏鸣男朋友吗 他居然也回国了 居然从国外跑了回来 没想到吗 我在你家门口蹲到三天 终于蹲到你 你不会以为 你能摆脱得了我吗 我告诉你苏鸣 你这辈子 都别想离开我 这么黄毛 家暴就算了 居然还是个变态 虽然具体不知道 苏鸣在国外 被他怎么虐了 但是看这样子 该混财 也不会突然回国了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苏鸣 我是苏鸣 在苏鸣出国之前 我们见过的 就在车上 你还想用这个手段几次 苏鸣 你为什么回国 我不会就是喝醉了酒 打了你几下而已 我很爱你的 我不是已经 归下跟你道过歉了吗 为什么不原谅我 乖乖地待在我身边 因为我身上还是不好啊 别碰我 别 你就不能乖一点吗 你给我吃了什么 好东西 一会儿你就知道 你会喜欢的 谁敢混合我的好事 苏鸣 把他送进去 请去 是 总裁 你别别 放 苏鸣 你醒醒 好难受 胖到我 总裁人一见 我去睡 好难受 你更清楚 我是谁 我知道的是谁 陆浩天 帮帮我 特别好吗 昨晚 我居然跟陆浩天发生了关系 这算什么 我不共是个替身 本来都要离开了 算了算了 都是成年人 这也不算什么 我还是赶紧拿了东西走吧 嗯 什么人呐 哎 梦姐梦姐 信龙的婚婚又来闹事了 找你的 你快跑吧 他是来找我的 我去应付他 我的苏鸣 你不会忘了 你得欠着我们钱的吧 赶紧还钱 不然 讨责你 你先带着你的人出去 我去拿钱给你 行 警告你啊 别耍花样 走了 啊 天员的钱在这 你自己点一下 哼 你跟了我 以后带你吃香的 喝辣的啊 苏鸣 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你还不愿意了啊 我 还挺烈呀 我就喜欢你这么烈的娘们 今天我就犯了你 快打药厘 我去追他 姓名 苏鸣 你是要结束认生是吗 你的检查单我看过了 因为你身体受到过一些损伤 结束认生呢 要住院一个月 马上就要跟陆浩婷订婚了 一个月 那怎么行 必须要住院吗 你不要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 如果不住院 那这个手术是没法做的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你现在已经五个月了 尽早做 会对身体的损伤就越小 那我再考虑一下 浩婷怎么了 你是不是忘了今天 你现在给我送饭了 已经快十二点了 你要让你的温人夫妇不走 做饭 什么 苏鸣居然做饭给陆浩婷吃 我当然没忘了 不过我今天有点事 可能会晚点 要不 没事 我等你 好 那等我忙完了晚点给你送过去 你在 你现在在哪 谁要你给陆浩婷做饭的 他现在居然要我给他做饭 苏鸣 现你一个小时之内 做好了饭给陆浩婷送过去 要不 我要你好看 饭送到了吧 换回来 我去烫厕厕所 你先吃吧 你这穿的都是一些什么破烂啊 痒死了 快点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换了赶紧滚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不要让第二个人看到你这张脸 吃完了 前几天 你让我帮忙调查你外婆的事情 有头绪了 那个死老太婆的死活 宽布我什么事 苏医师受什么刺激了 怎么突然性格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前几天不是还让我帮忙调查吗 你是不是最近精神压力有点大 要不要带你去看这个精神医生 我又没病 我干嘛去看精神医生 刚刚呢 是我太激动了 谢谢你 帮我调查这个 过两天 是苏伯父的寿宴 苏伯父让我带你去挑礼服 你嫌我没事的话 各位一起去 好啊 那我先不打扰你工作 下午见 这些都是按照苏小姐的身材挑选的衣服 苏小姐选一选 看喜欢哪一件 这条太俗了 这条太普通 这条太厚重了 这一台都不行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就拿这样的裙子来敷衍我 苏小姐是都不喜欢吗 你不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吗 浩婷 爸爸说会在寿宴上宣布我们订婚的消息 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来 我想穿得漂亮一点 也是 再挑点吧 那苏小姐我们再看看前面 这一件 苏小姐真是好眼光 这条是我们店的新款 是全球顶尖设计师的新作 苏小姐身材这么好 穿上一定很好看 浩婷 你觉得这件好看吗 挺好看的 去试试 这边请 不对啊 这衣服明明是根据苏小姐的尺码选的 怎么会穿不上呢 你不说什么 怎么可能穿不上 你再来 算了 你自己来 浩婷 看我穿这件礼服好看吗 你们怎么办事的 礼服为什么被破损 拿了那么多钱都吃白饭了吧 之前才给苏小姐量过尺寸 而且这衣服都是根据苏小姐的尺寸选的 按道理 不会这样的 你没事 浩婷 我这几天 吃的比较多 胖了几斤 重新量尺寸 再出问题 你们就关门吧 浩婷 先别量尺寸吧 我这几天 想要减减肥 我想当你最美的新娘 得赶紧去把这个孩子处理 不然恐怕会翻车 好 都听你的 下午还有个商务监运会 我先去公司 不用等我吃饭了 来 我这几天有点事 过来代替你 怎么感觉你比前几天瘦很多 有吗 可能是觉得之前胖了 所以减了减肥 其实你现在听话 没有减肥 今天 除了是我的寿宴 我还要借这个好机会 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的小公主 苏瑜 和我的准女婿 陆浩婷 将在下个月 举办订婚宴 谁干的 这谁干的 这苏家千金真是放荡 和这么多男人在一起 还这么亲密 这陆家大少爷 真是个大运 对呀 对呀 这头上都嘎嘎冒绿光了 还没结婚 那就这么晚 那是结了婚 不是让人陆少喜当爹呀 想过苏瑜 私生活乱 没想到这么乱 我的威文妻 作风如何 干不干净 我心里清楚得很 不需要大家来指使点点 感谢大家来参加 苏幕府的寿宴 接下来 我不希望听到任何音乐 关于我威文妻不好的评价 我的威文妻作风如何 干不干净 我心里清楚得很 不需要大家来指使点点 感谢大家来参加苏幕府的寿宴 接下来 我不希望听到任何音乐 关于我威文妻不好的评价 陆浩婷跟苏瑜 也发生了关系吗 苏瑜 苏瑜又让你代理她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 你还恨我 但我真有事 要跟你妈妈说清楚 你现在就带我去见她 好啊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她 你妈去世了 什么什么的事情 太八十年前了 你要跟她说什么 就下辈子吧 或者 你下去跟她说 莫莫 这些年 是我对不住你 莫莫 苏瑜让我宠坏 竟然让你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她 你不要跟她计较 计较 要不是她给我的钱 我早就被放高利贷的乱刀砍死了 你别在这夹好心 莫莫 既然现在你是一个人 要不就跟我回苏家 你 你 我们一家人 在一起 谁跟你是一家人 莫莫 别拿你对付苏瑜的那一套 来对付我 莫莫 不要 老大 我亲眼看见那家门 进这商场了 臭妈妈 打到我们老大就跑 我们找这么久 才找到这臭家门 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 老大 他出来了 当然 你们是谁啊 你们要干什么 闭嘴 他 他 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要把你骗我 你快到我去帮我 兄弟你装什么装 亲眼看刚打了我 今天又装着不认识我 看我头上的包 今天你就闹到我手里了 放心 我可不忍心打你 要好好地 他们来的 这是你 给你几分面子 这么自己大回事 你就狠狠地办 我不信出头 你又做远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把我给放了吧 知道 你不是苏蒙 你是我的小钱 谢谢你 我真的不是苏蒙 我求求你啊 我可以把钱给你 我求求你啊 我可以带着炸摊 他是一个猪 他爹爹比我好 我求求你啊 苏蒙 都是苏蒙 如果不是苏蒙 借了高利贷 我们哥不会抓错人 苏蒙 我要杀了你 哭个屁啊 哭 干都干了 又不是厨 那臭老子睡觉 臭老子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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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大哥 陆浩廷手段强硬 要是知道 你把他的维纹机给 我们给逗完了 吃饭 冬哥 我知道 你想抓的是苏蒙 可我不是苏蒙 但 我很有钱的 你把手机还给我 我给我助理打个电话 让他把钱送过来 你放了我 好不好 有什么钱 只要你答应我 我可以给你 你想要的一起 你要发疯去别的地方疯啊 你在外面跟那个什么龙哥勾搭在一起 想害我 基于我苏家大小姐的位置 还有我的未婚夫 你也配 我跟龙哥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发疯不要乱咬人 龙哥找你了 他找你做什么 有屁就快放 别浪费我的菜 做完这顿饭就给我滚蛋 有多远滚多远 求之不得 怎么了 你舍得陆浩婷 你别想等我走了之后偷偷去找他 我告诉你 他只属于我 我 怎么 被我说中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 苏某 你就只配 像你的外婆一样 死在那见不得光的地方 你有什么资格说外婆啊 就跟苏沙河一样 自私自利 你敢打我 苏云你在家干嘛呢 怎么连门都不管 陆浩婷 不行 我不能见他 浩婷 你怎么来了 刚刚是什么声音 呃 刚刚 外面有一只野猫 不知道从哪来的 跑了 是吗 我刚才怎么听到有两个人 我刚刚 在开电话会议啊 浩婷 你最近 你最近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太敏感了 可能是 你干嘛 一直盯着我看 好看吗 这种感觉又来了 为什么有时候和他在一起 会有输不上来的别扭 浩婷 浩婷 我一想到 马上就要跟你订婚了 就很开心 我送了些菜 来 尝尝 的确是他的生意 我到底在别扭什么 我不饿 怎么了 我没事 我不吃了 你自己吃吧 要不要 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不用了 你要去哪 公司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 能不能多抽出点时间 来陪陪我呀 我们还没有正式订婚 先以工作为主吧 我有空再来看你 以后不必我又准备饭菜了 吃腻了 我只是不想你太累了 什么懒借口 去查苏家附近的监控 看看谁家的猫跑出来 没错 唉呀 大晚上他这么漂亮来找我 什么事啊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来 是不是上次帮你伺候舒服了 想哥哥我了 讨厌 小妹 这种事就是这 如果第一次就想有第二次 走哥哥带你快活去 什么意思啊 孟哥 我现在是你的人了 你的人受欺负了 你不会不管他 谁动你啊 我废了他 就是苏萌 整天在我面前晃悠 烦都烦死了 苏萌 只要你帮我毁了他 从今往后 无论是要钱 还是要人 我都拿走 那咱们今天先快活快活 不过 你这个小美人 心思挺狠毒啊 你这个喜欢吗 喜欢 老子就喜欢你这种蛇蝎美人 只要你好处给到位 哥哥我保证帮你做的干干净 就是不知道 你那妹妹 床上功夫 是不是跟你一样厉害 你这个色鬼 只要你抓到他 那还不是任你出去 你先 给我玩死 那你 喜欢奔奔我 玩死 好 你怎么突然来了 你一边没忙呢 来看看 昨天晚上 你突然走了 吓了我一跳 我还以为 哪里人你不开心了呢 昨晚没休息 熬夜处理了一堆文件 让你担心了 你什么时候工作这么拼了 我想变得更优秀 才能配得上你 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为什么这种不适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叶总 你要是不忙的话 留下来帮我选选 选担婚业的设计方案啊 我找了几家公司设计 方案选的都还不错 你帮我参考一下 好听 来看看吧 听你的 你这就开始敷衍我了 你什么意思啊 现在不用选了 就这个 杜浩婷 我一向没有什么耐心 行 就这个 那我先走 姓陆的装什么装 我既然能赶走苏萌 我也能逊苏营 去查苏宇这阵子去过哪 和什么人联系 是 小姑娘你能灭好了 美女 要不要哥哥陪你吃点 你又想干什么 钱都已经还完了 钱是没问题 还有人情在吗 苏萌 当年要不是老子帮你一爸 你早饿死了 你以为 还了钱 就能当不认识我了 无赖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只要你 陪老子睡一觉 把老子伺候舒服了 我就放过来 你想的呗 臭女 找死 多拿下 捆起来 给老子带回去 帮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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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醒了 来 给哥哥我喝点 不是来救女人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给你 你帮我给放了 钱 你有多少钱 哥哥我能不知道 我现在看上的是你这个人 要是你 那个妹妹在这也好 哥哥我 你想尝尝姐妹话的滋味 我妹妹 你在说什么 就是那个姓苏 就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女人 忘了告诉你 就是她 让我来找你的 本来我不想来的 可是她主动些事 你知道 我这个人最讲情谊了 睡得不能白睡 只好帮她 苏语 她竟然做出这种事 你 你那个妹妹 很开放的很 又有钱 要我说 你们苏家也真有趣 简直是复词 你笑 啊 哈哈哈哈 当年苏家那个老头子 顾我去弄你外婆 那个老公死了 现在 你妹妹又让我来弄你 什么 你可不怪我 我也是拉前办事 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外婆是谁弄死的 哈哈 别让你 这样 哥 我什么都告诉你 你 你都是畜生 我叫你吗 傻 你拿什么傻 没钱没事一无所有 现在只有我能帮你 你给我滚开 你背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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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是我 我输入好你了 我好甜 你终于来了 你说了 我在 其实 我想告诉你 我不是苏月 我是 你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是苏某 是我陆浩亭 唯一喜欢的女人 陆总 苏月小姐到时候在找您 先拖住她 我马上到苏氏公司 是 我继续就来 等我 不好听 原来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我对你来说只是拖累 我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对不起 苏总 绕开 苏总 我们陆总去外面开会了 不在里面 让我进去 陆浩亭 怎么突然躲着我呀 陆浩亭 苏总 你就不要为他们这些做下手了 陆浩亭 你所有媒体 你是谁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在说什么 自己 自己 这么久了 你才发现不对劲啊 你猜我是谁 或者 你希望我是谁 疯子 疯子 你才是疯子 从始至终 都只有我一个人啊 你的未婚妻 苏 你 那么 苏萌是谁 苏萌不过是一个替身 一个见不得光的替身 拿了我的钱 睡了我的未婚服 是一个 我想让他永远消失的替身 很好 你什么意思 我喜欢的人是他 所以 我不会婚给你 陆浩亭 你就是想反悔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你要跟我苏瑜 订婚的消息 你现在这么做 是想对陆家的生育 不管不顾吗 还是说 我把苏萌为了钱 给我做替身的事情 功之于众 咱们同归于尽了 你最好管住你在这 你以为苏萌是一个什么 省油的灯吗 他能为了钱做我的替身 也能为了钱假装爱你 更能为了钱 跟你上床 他要是真的在乎你的话 怎么不早点把事情告诉你 让开 让开 别白费力气了 你是找不到他的 喂 事情办怎么样了 关系吧 办好 藏好点 别被发现了 好 你 怎么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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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抓到你 人怎么不见了 陆总 怎么了 取消就够 怎么不见了 是 陆浩婷 今天是最后一次见面 我会解释清楚我们之间的一切 谢谢你 对不起 现在不会怎么办 我已经是你明镇严顺的卫分纪了 不早没有在 变婚请假呢 我已经发出去了 这周六 在陆家别墅举行 你要是反悔的话 陆家 会沦为全市的下落 嗯 也别想知道苏萌的下落 看来他应该并不知道苏萌给我救责的事 你外婆跟据事没多久 你在这里张如定吞 恐怕才叫外人耻笑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这苏大小姐 竟缺男人到如此地 你 苏小姐 陆家的狗而已 你还不配赶我走 你还不配赶我走 整个川城 就没有我苏宇得不到的男人 我和陆浩婷的订婚宴就安排在下周六 什么外婆 那个老不死的 当初还是我亲自动手了结的 人都死了 还管这些做什么 竟然是苏宇 苏山河谋画苏鱼洞的手 我一定会回来 要你们给外婆拍照 进 陆总 这晚饭还没吃饭 来尝尝我的手艺 出去 我很久没尝饭了 这次后掌握的还行 尝尝 怎么 那我喂你吃啊 有这么难吃吗 这可是我第一次为人下厨啊 和他做了鱼泥之别 别再白开功夫了 难吃又怎么样 关键是你已经吃了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门无一般做 你竟然有这么下戒的手段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和你好 反正 我和你又不是第一次了 放开 可我在一起的是苏萌 不是你 今天过后就是了呀 我倒是很好奇 苏萌要是知道我和你上床之后 还会不会来掌握你 你疯了 你废了 那个贱女人居然伤害自己 苏萌在哪儿 好一个忠贞不渝啊 你不过就是跟他睡了一下 你以为他要为你守身如玉吗 那个贱女人 现在说不定在哪里快活着呢 你要死在这里 陆浩婷 我警告你 你要是不跟我订婚 你休想见到孙女人 有消息吗 有消息吗 医院的监控显示 有人追赶苏小姐 苏小姐跑出医院后 上了走租车就消失了 路口的监控坏掉了 什么人说 没有排到证明 继续查 苏萌那边盯进去 苏小姐最近都忙着出入路家 他每次去都会带很多贵宗的礼物 并没有发现他和什么人联系我 让陆浅那边把他送去的东西都争了 去 你有病 怎么 用完我了 就这个态度 龙哥 我这不是被你吓到了吗 对了 苏萌 已经没有玩死了 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你 我死 怕我的事 什么 死了 尸体呢 哎 怎么化成灰了 你放心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找得到他 那就好 那就好 哎 去哪儿 你答应我的条件呢 钱我不都已经给你了吗 那可是一条人命 啊 为了钱算什么 你和我现在是一条生上的蚂蚱 怎么着 你再给我五十万 你以后啊 可就是我的提款机了啊 死了还给我找麻烦 不过现在陆浩婷彻底属于我了 哈哈哈 冲警 怎么又是你 是手好点了没有 与你为乖 把车赶紧开过来 我要去陆家 陆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未婚妻来未婚夫家里过夜 有什么问题吗 未婚不是已婚 请你自重 苏蒙都能舔着脸 跟你上床 我来看望伯父伯母 有什么问题吗 以后不要带着这些东西来陆家 陆家不是未婚收战 你不要太过分 别忘了 我手里还有你想要的信息 谁 你 信陆的 你混蛋 陆总 还是没有苏小姐的消息 但是苏瑜小姐已经安排好的订婚宴 提前通知了媒体 我 苏瑜小姐 苏瑜小姐继继继继 是 看来苏小姐睡得不错 苏浩 你的鲜石石头做的吗 你竟然帮我反锁在卧室 我这是为了苏小姐的机会 毕竟我们还没有正式订 陆总 但是提醒我了 过了这周六 这里就是我们的爱潮了 我已经请好了设计师来设计订婚宴的装饰 下午就到 谁让你自作出场 陆总不肯陪我一起设计 那我只能自己多受累一点了 对了 要是你肯乖乖配合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 那天 单成松懵的样子 你也配 懂事消贫 姓陆的 你现在要干什么呀 给我等着 喂 你果然在卢家 小米人 我想你了 想我不是已经给过你了吗 哎 我这次不要钱 有人 赶紧来老地方陪我 不然我亲自去卢家找你 别 我这就是找你 不能再这样下去 再想个办法了去 陆浩婷怎么还没来 苏小姐今天真美 不愧是苏是千金 苏陆两家的联姻终于板上钉钉了 真是强强联合呀 怎么陆总还没出现 浩婷公司有临时会议 应该晚一点就会到 大家稍安勿躁啊 怕不是 别人反抗你了吧 胡说八道什么 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来干什么 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手牌饭那不是人吗 我说来找你要钱的 我不是给过你了吗 哎呀那点钱一晚上就输光了 你再给我五百万啊 虎子 外面那么多人 别看我嘴上没门啊 我吃 杨哥 你在我身上弄叫的时候 就不吃了 过 拿着 苏小姐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 路总怎么还不来 这么重要的日子 陆总不会忘了吧 不会的 浩婷他 陆小姐 陆总今天恐怕不能到了 你说什么 陆总从公司来的路上 出了车祸 现在正在医院呢 他竟然出了车祸 既然这样 就订婚宴 还是要取消了吧 你先去医院看看吧 我们先告辞了 既然能编出这种理由 不愧是我看上了呢 行 那我就陪你号到底 反正苏某已经死了 我就让这个秘密 永远烂在肚子 你辈子也别想知道 这就叫妈咪说的不土吗 也不过如此 中山二水出凋云 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把妈咪提供到国外去了 哼哼 我一定要坐边那些 幸福妈咪的人 你们两个在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走 分个觉 是 怎么了 肚子疼 已经很该下飞机的时候 雪糕吃多了 走 妈咪带你们去厕所 怎么了 不是很急吗 妈咪肚子不疼了 好 那你们俩现在这里等一下妈咪 妈咪上个厕所就回来 苏小姐 我怎么不见 你认错人了 装傻 你花子会有的认识 先生 这里是女洗手间 你再不走 我要叫人了 宋王 你的心是被狗吃漏的 一生不肯的离开 一走就是五年 潮无音许 你把我当身上了 你的玩物 你以为 你点了一个字 今天骗过我吗 我自有办法验证 到底在说什么 要不是打不过你 我今天非得把你的屁股摔成八板 算了 你妈没教过 你男孩子不能进女生厕所吗 没你 你先走这个城外我来抽屎 今天怎么 我碰到神经病 小小年纪不学好 谁派你们来的 姿势枪 你们 里面有个男变态 我男变态 你喊什么 我不是变态 是你两个小鬼 祖叔 那有个男变态 在帮帮我 是吗 变态 你什么狗样 什么过说 别想跑 这是人物和貌相 不要 你嘴巴放半径 我说了不是 对不起 这完全是个误会 给你们添麻烦了 不管怎么样 也不能进女厕所啊 是 二块五百 没问题 要再注意啊 哎 好好好 好看吗 嗯 就是他吧 有这 小鬼 怎么不跑呢 好笑吗 不跑 这个月工资 不要了 陆总 我们点BBQ 兔兔我走丢了 你可以带我去找警察吗 我们和爸妈妈走上了 我帮你们找警察叔叔 然后你们再诬陷我 是管闹儿童的 对吧 听着小鬼 只要你们告诉我 你们和那个女人 是什么关系 我就放你们 小猫女人 被英雄救美关系 你是变态 我祝你的手下救出那位美女 你 你要是我 我一定把你屁股打成麻烦 你不配 滚蛋吧小鬼 跟着他们 大人小孩一起说 陆总 人不见了 应该是跑 去给我追 陆总 你等我送猛小姐五年 不是他和苏宇小姐周旋了五年 可是他就装作不认识你 还连和起来两个小孩子 把你耍到团团转 陆总 该不会是苏萌小姐 已经结了婚 那两个小孩子是 那个双胞胎确实 苏萌长得很像 这次 就是把整座城翻了一屁肠天 也要把他们掌握 我们要听他亲口解释 妈咪 妈咪 你们两个淘气包 胆子越来越大了 妈咪 那个大厨 吃不吃我们的爸爸呀 又怎么样 一看就有个渣男 不仅保护不好妈咪 还有推写的妈咪装不论是他就对了 感觉那个大厨没有这么恶劣呀 你不会这么快就单判不了吧 他不去了 我对妈咪 爸爸怎么的都不重要 宝贝们 妈妈这次回来呢 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我忙完事情 就带你们去找爸爸 好不好 好 多好听 这五年 你和苏宇一定过得很幸福吧 这五年 苏总 海外公司的老总亲自来和你谈收购案了 刚才来电话 让你安排好会议时间 收购 我们苏室还没往到这层 公司都快打不起了 海主 你说什么 没没什么 算了 人家远道而来 我们也不能一直端着架子 总要尽一下地主之谊 就把会议安排在明天晚上吧 好 我去安排 你可以来找我了 宝贝 我好想你啊宝贝 这被别人看到了影响多 啊 有了陆家就想甩了我是不是 你 你竟然打我 我怎么放弃陆浩婷偏偏看伤了你啊 放了 是我冲动了 实在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我嫉妒 我生气的陆浩婷不知好歹 没有福气 你就会嘴甜 我可是打算把你招进公司来 给你发钱 还陪你睡觉 你要是对我再不好的话 我就杀了你 宝贝 只要你高兴 现在都可以杀了我 我就喜欢你这副不要脸的样子 也只有你敢给陆浩婷戴帽子 陆浩婷都没碰过你 上不上那帽子 看我笑话是吧 哪敢啊 我当然希望你一辈子都只要我碰 等我把公司收购谈下来分了钱 就给你去投资生意啊 五年了 还是一点都没变 你要的东西 没想到你竟然是另外一个苏总 我就说这五年 你怎么又变回原来那个惹人厌的苏总了 谢了 你先去忙吧 你胆子还真大 光天化日就管入侵到别人公司来 会有一个窃取公司机密 我要的东西 应该也不算什么机密吧 你到底还要躲过到什么时候 苏盟就是你 对吧 是我又怎么样 你从来都不属于我 五年的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会不是以前的我了 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 任何人都不能阻拦我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我不会阻量你 我只会帮你 只要你说 我做什么都可以 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 就假装不认识我 苏盟 你也两个孩子 和你没有关系 妈咪自不自把我们给忘了 一定是又没看时间 我又是你 我怕你们再站一会儿就要饿死了 你们妈咪的号码一直没有人接 你是 老师 他是我 他是我爸爸 别胡说 我们没有爸爸 我们是妈妈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垃圾堆 苏盟就这么教你们的 老师 那 那可就是我爸爸 爸爸妈妈好像有点误会 你好老师 我和孩子妈妈两地分居 不过我可以把他们送回家 你是那个 电视上那个录制的继承人吧 我直接送孩子回去 原来孩子都这么大了 原来我的学生是陆家的小少爷呀 完了完了 第一天都忘记了接着两个小管 我饿了 我饿了 妈咪节安过饭了 我原来是要毒死者变态的 我饿了 你这好等着呢 我 你 跟蹰没下厨 赶就吃吧 我下厨 Ghost stick 什么 食不言 请不语 吃饭 妈咪我好久没做梦 妈咪你做饭这么好吃 为什么从前都没做过 妈咪以后天天做给你吃 我去吃吧 你吃饱了就可以走了 妈咪他是不是爸爸对不对 妈咪他好美 我想想了我会听说过主动喜欢男人 都是好男人 陆浩婷 你已经和苏语在一起 为什么要来招惹我 苍苍明月 蓝蓝蓝轻风 苍苍明月 蓝蓝轻风 原来我要找的人一直是你 戏眼够了吧 可以走了吗 我没有眼睛 很好奇是吧 那我告诉你 五年前我背着你 跟别的男人私奔到了国外 生了孩子 后来孩子他爸死了 你弄我当傻疯了 苏莽 你刚才哼唱的那首曲子 是谁教你 一首歌而已 谁都会唱 这代表不了什么 那首曲子 我只听你外婆唱过 你这么说话 是连你外婆都不认了我 苏莽 你到底在结婚什么 你现在是苏语的未婚夫 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未婚夫 未婚夫 五年了 如果我真的跟苏语有感情 怎么可能还是未婚 苏莽 我一直在找的人 要娶的人是你 一直在等我 我又要让你等我 苏莽 你疯了 我不疯 你记不记得我是谁 我是谁 苏莽 再说一遍 苏莽 你别这样 孩子 孟浩婷 我没有功夫跟你叙旧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知道 你去做吧 这段时间我不会打扰你 但你也别想甩掉我 再像五年前那样 一声不吭地离开 我真的会疯 这件怎么样啊 会不会太硬了 你懂什么 这次谈海外投资的 肯定是个老男人 最喜欢看女人这么穿了 嗯 穿了我连咋的更喜欢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怎么啊 你没看到脑子啊 这哑巴了 安宁 请出去 龙哥 我这里实在是拿不出钱了 我听说 你把那个叫阿涛的小流氓 你给接到公司来养了 怎么到我这儿 就开始哭穷了呢 老子帮你那么多 他说让你打过胎 还给过你什么好处 他起码不会三天两头都找我狮子大开口 我这里实在是没钱了 哎呦你别急啊 老子只手气不好 这么着 你在最后给我拿两百万 哎 等我回了本 又再也不来找你了 两百万 你就算是把我给卖了也拿不出两百万 我知道 苏氏在你手里这五年呢 不但没有起色啊 反正兵临倒 知道你还来操价我 我还知道 有个国外的大老板 要在收购苏氏 恐怕还能卖不少钱呢 你别想打苏氏的主意 拿钱 有多少老子要拿多少 不然 谁都别要收购苏氏 你就等着苏家的产业 烂在你手里吧 我这里只有二十万 等我把苏氏卖了 分你一半 我们两亲 争交 站住 如果你想抓风 树不奉陪 苏浩亭 你拖了我五年 我就算是没有风 我也要风了 不是我拖你 是你一直拖着 我拖着你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一直拖着你啊 还不是因为苏萌 苏萌 你有她消息了 我当然有啊 我一直都知道 我只是怕你伤心 苏萌啊 她背着你 跟别的男人跑了 走路摔死了 吃饭约死了 背车撞死了 总之 就是不得好死 你记住了 如果她真的死了 我会死了 为何够 可惜啊 你拖了我五年了又怎么样了 我还是你的未婚妻啊 整个肚子 我还是要娶我做媳妇 我就是要点着这一张 跟苏萌一模一样的人 天天可亲你 不会有那么一天了 因为你现在这张脸 已经丑到极致了 不配和苏萌相提并论 滚出去 滚 苏总 晚上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还是先调整一下状态 就穿这件吧 我一定要把苏石 卖个好价钱 苏总 这么些年 您去哪了 怎么 想我了 苏总 你走了之后 我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不比怀念您当初在的那段日子 那怎么没死职啊 还能因为什么 穷呗 不过苏氏已经被苏与毁得差不多了 我上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呢 要不是你突然回来 我估计都要喝西北风了 等着公司重启 我就给你升职加薪 真的吗 谢谢苏总 出去叫他吧 注意 别露线 知道 苏总 老板已经在里面等着您了 知道了 你在外面守着 别让任何离敬 是 老板 我是苏氏的总裁 我们来聊一聊 合作案 苏总裁合作的方式 还真是精彩绝伦 你是谁啊 你 你为什么要整容成我的样子 整容 我可没有整容 我从小到大都长这个样子 我要起诉你 你整容成我的样子 就是想骗走苏氏集团 他以为这张脸值多少钱吗 怎么蠢得毫无掌精 苏鱼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是苏母 不可能 你怎么还活着 你是鬼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文明 怎么会在这里啊 不可能 你为什么没有死啊 当然 我还活着 你都没有死 我怎么可能放心的含笑九泉呢 又见面了 苏语 你是不是 一次也没有想起过我 但我却经常听到 关于你的消息呢 当然了 我和浩婷哥哥 甜甜蜜蜜 又掌权了苏氏 过得不知道 比你这阴沟里的老鼠 强多少倍 掌管苏氏 就用 你这种方式 蠢笨如你 只会利用自己这张脸 心甘情愿当男人的玩物 换自己苟言残喘 整个川城 谁不知道你苏语可怜啊 可惜你现在变得这么丑 这招 也越来越不好使了吧 哈 我 你现在敢背叛我 我劝你说话注意 这次是温水 下次我就不一定了 接下来 我们应该聊一聊 收购的事情 想求救 你确定要让进来的人 看到你这么狼狈的样子 爸 财你都让我觉得恶心 你最好想想 你成不承担得起 删我的后果 我今天可是以投资人的身份来 我不卖给你就是了 还有这个选项 苏氏在你的手上 亏空了四十多个月 现在所有投资人 全部撤资结束了合同 除了我 没有人愿意收购苏氏 你承担得起 不卖给我的后果吗 你偿还不了这些贷款 就会被起诉 你走到哪里都摆脱不掉 在你手上烂掉的这个产件 银行和债权人都会盯着你 你再也享受不了 现在的美好生活 而这还算是幸福 什么意思 看来你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过 苏氏的账户 让你进去个五六年都不是问题 不过 你现在如果肯乖乖配合的话 我还可以考虑 帮你申请一个好一点的合金 我不知道这些 这些不是我做的 可是 你掌权苏氏 你逃得掉吗 没关系 浩婷哥 他会来救我的 你的浩婷哥哥 昨天才来找过我 你确定我回来了 他还会在意你吗 什么意思 是洛浩婷把你救出来的 他还知道你还活着 你们联手起来骗我 我现在将嫁住你 说到这个还真是不好意思 龙哥当初的确听了你的话 绑架了我 可是 陆浩婷把我给救出来了 所以你不知道 龙哥这个废物 竟然也在一起骗我 还好意思要我那么多钱 我非要把他杀了不可 你先别激动了 我们不是在聊收购的事情 你好好想想 过门之后 陆家要是看到了苏氏的账本 会怎么样 只会把苏氏给架口 而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你现在答应卖给我 还可以给你不少 想好了吗 多少钱 十个亿 这连苏氏的一个零头都不到 你现在还有个事 你欺人太深 就跟你那个死老太婆一个样 你有本事再说一次 外婆是不是你害死的 你还真是在乎那个死老太婆 可惜他没有福分看到 这辈子惦记他的 也就你 要怪就只能怪他太信任苏山 你恨我 没有任何意义 逼我放弃股份 骗外婆去治病 你敢说你没有参与 要不是你执意要救 那个死老太婆 我们还能把你的手剁了 逼你签字不成 放弃股份也就算了 我不在意那些虚的东西 但是 你们怎么能骗外婆去治病 然后把他给害死呢 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们的事 我说了 都是苏山河做的 苏山河已经死了一年了 你是觉得 把过错全部推到一个死人的身上 就可以保存自己吗 你不要说口 你就是看不惯我掌管修室 所以在这里故意栽赃我 栽赃 我问你 外婆去世的那天晚上 你在哪里 我和阿涛在一起 你敢让我查你的通话记录吗 我没有必要向你证明 好 我现在就保紧 保紧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我已经说了 这一切都是苏山河做的 他当时只想给外婆一个教训而已 让他不要再插手 孤家的事情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亲自动的手 我只是逗他玩玩而已 谁知道那个老太婆那么不惊讶 那么容易就死了 苏山河人已经死了 多说无业 实意就实意 我现在把字给签了 拿着合同 还没活 苏山河死了 我只恨他死得太早 我可没说过 这一切就可以一笔够小 就这瞧吧 苏云 我对你的抱负 才刚刚开始 不会让你后悔 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你别翻脸 不认人啊 苏萌 我已经把合同给签了 我可没说过 你签了合同 这一切就可以进 我们这里 妈咪我们好想你啊 我们回家吧 好 妈咪带你们回家 走 妈咪我们还进了 苏萌的电脑呢 你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靠苏云你 乖 小孩子是不可以看这种东西的啊 走 苏萌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 不是说好了最近别来找我吗 你都说不完苏续了 不过就来了 什么事 没事的话合完了 我要睡觉了 我想看看你 看我干什么 要看去看你的未婚妻 说话这么酸 还多让我进门 爸爸 叔叔 叔叔 你们两个 你好好上去吧 你让你们就睡觉了 解决完苏氏 你是不是会回到我身边了吧 这些 还远远不够 听说我们苏氏被别人收购了 都怪那个苏宇 一天到晚瞎指挥 什么都不会 才让苏氏变成这样 好像是个国外回来的女总裁收购了我们 她自己开的公司比苏氏来厉害了 大家安静一下 这位也是我们的新总裁苏王总 这是苏鱼的亲戚吧 还是苏家掌权 没希望 大家好 我是苏萌 苏萌总好 你长得和以前的苏总好像 可以问问你们的关系吗 我确实和苏宇有血缘关系 大家打起精神 蒙总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精通企业管理的知识 为人也十分和善体贴 大家先听蒙总说几句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疑虑和担忧 但我接管苏氏 是真心对这个企业有热切的期盼 希望能够带领这个企业复苏和腾飞 接下来我郑重宣布 每两个月的业绩第一名 会有十万的奖金分红和十五天的假期 我们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十万 新总裁也太大方了 谁说长得像的 蒙总比输于漂亮一百倍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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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对 高调宣扬 新闻通稿二十四小时准备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苏鱼这个废物 连自己的公司都保不住 进 王总刚刚收到一束花 什么样转交给您 碰着 是 这么漂亮的花 收到了都不可笑一下 进来 莫总 您让我查到东西 结果出来了 真给这么羞辱 小宝贝 怎么了 很饥渴 这么快就想我了 我问你 我当初给了你那么多钱 让你做掉苏眸 你做到哪里去了 我不是把他绑了吗 绑了 那他会好端端的出现在我的面前 挑衅我 你这个废物 给了你这么多钱 你连一个女人都解决不了 你说谁是废物 我说错了吗 你没让他跑吗 那是兴度的混蛋教局 把老子早做上苏蒙八百次了 你以为你几斤几两 男人叫苏蒙迷倒 公司叫苏蒙端了 你现在送上味 老子嫌疑 嚼着没味儿 要不是因为你办事不干净 苏蒙能把我耍得团团转吗 你现在把我当初给你的钱全部退回来 一分不能少 还想要回钱 门都没有 现在你爹死了 苏蒙不是你的了 还想让老子听你的话 想都别想 快滚吧 你敢这么多 你看我敢不敢这样 兵 你们俩都大了 我七八岁了 我八十一 你们看看这个爸爸 我是你们的爸爸 你们告诉我 妈咪这几年都在干什么 人家屁肚子不会 小屁孩我八十一了 别想来听妈咪的隐私 私闯民宅管纳儿童 他们是我的孩子 算了 我们还在管纳儿童 你再不跟我报警了 好 我走 你还挺喜欢我送手话的 宋宝 一个人带着孩子 在不外生活 很辛苦吧 对不起 是我没有负好责任 不怪你 是我自己决定要离开的 我爱你 回到我身边吧 苏云 我爸可怜你 让你住我家 不是懒人的当女主人 想发疯滚为自己家吧去 我早就知道苏萌还活着 我的脚友台的消息 也不会和你纠缠这么久 陆叔叔那么疼我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 你是不是忘了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苏小姐的地方告诉你 我陆母关宋 关键记得把地上收拾 明明就是你救走的苏萌 你们联手起来骗我 你找人害苏萌的账目来跟你算 如果你再可动苏萌一根手指头 我会把你碎十万端 我告诉你 我会跟你耗到底 就算是苏萌回来了 我也是你唯一的未婚妻 马上就不舍了 你什么意思 怎么 吵架了 苏宇到底还要在我们家住多久 我们家不是慈善机构 她是你的未婚妻 她是您给我订的未婚妻 不是我自己想娶的问题 苏宇漂亮又可爱 听话懂事又孝顺 跟你有门当破队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浩婷哥哥 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的 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改 不好意思 没脑子 你应该改不了 怎么了 想必父亲你也听说了 苏宇经营不善 苏室被收购 苏宇现在失去了苏室 苏商河也去世了 苏家现在没有任何资产 来给我们盘金融 我要取消婚约 浩婷哥哥 你怎么可以取消婚约呢 爸 您这是什么意思 苏宇被收购 又不是苏宇的错 苏宇失去了 苦心经营这么久的企业 他心里也不好受 我们陆家 更应该体体安慰他 而不是落井下石 爸 我 不知道苏宇给你洗的什么脑 他又没点自卑心 你难道就看不见他可怜吗 苏宇年轻轻轻 就无父无母 一个人打拼 又被人骗去了财产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总之我不会去苏宇 好 这个丫头 我养定了 不管你想结不想结 你都得跟我结 你又不结 你就是对我不孝顺 什么了 没 没什么 对对 我们谈论八卦了 为什么 老公 这个开车做 陆先生 听说您和苏小姐婚约如期主情是真的吗 陆先生在这里 请问您都已经破产了苏小姐不离不弃 十二位行李金尖吗 陆先生 请问苏小姐是不是已经怀了您的孩子 陆先生 您的婚礼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现 苏宇 你在想什么 你怎么能还对他抱有期待 你真是太没出息了 安妮 帮我把两个孩子送去国外读书吧 另外 找两个保镖 贴上二十四小时保护着 随时向我汇报情况 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了 看来苏宇把你调教得很好 几年不见变得这么油腻 我看到新王了 祝你俩结婚顺利 长长久久 你是不是在嘲讽我 嘲讽你又怎样 你没知道爱的是你 请你自重 承担不起的话不要说 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做 你一边结婚 一边要了牌找我 你不觉得自己很奇怪吗 婚姻的事情不是我的本意 我可以解释 怎么 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不是你 你们陆家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双胞胎弟弟 我怎么不知道 对不起 我有苦衷 那去的人到底是不是你 是我 对不起 我知道你怨我 但是再给我一点时间 好吧 请你搞清楚 我从来都没有要求 你要做过什么 我没有要求你要取消婚约 更没有要求你要对我好 你不要搞得像是我 逼着你在做什么一样 我不是你两句花言巧语 就能打发的小女孩 也不是潘颜夫是 上赶着贴你的拜金女 我苏蒙没有见到 要被你耍得团团转 我想对你好 是 你从来都没有要求过我做什么 但偏偏如此 我想要求自己为你做点什么 我恨我自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苏蒙 过去我没有保护好你 现在甚至不能追求你 我不想和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在一起 我想取消婚约 我唯一想娶的人是你 我说到 就一定会做到 老婷 见到我也不打声招呼 越来越没礼貌了 老婷子 我累了 对丫头 怎么了叔叔 找我什么事 也到了该商量你们婚礼的时候了 我老了 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到你们早日成婚 有个归宿 也好早日给我生个大宝松子 叔叔你说什么呢 思雨还小 丫头你不小了 小姑娘总要嫁人的 你看 这是我给你们选的婚礼现场 有草坪 有海滩 有礼堂 你们喜欢哪个 我喜欢海滩 好 叔叔就给你们办一个海滩婚礼 我找人算货了 下个月初二 就是匹配你们 结婚最好的日子 你们在这一天 把证理了 婚礼也办了 也了却了一桩大事 叔叔 这么快 打扰你们这我朝天讨论了 别以为我去了发货会 就会去治愈 好温暂 吃饱又越来硬了啊 不知道自己体型计量了 你过来 我今天会打死你 别碍叔叔 浩婷哥哥 不是哪里做错了吗 你为什么要突然取消婚约呀 我哪里不好 你说出来 我可以改 收起你的装模作用 我陆浩婷 绝不会取你的蛇蝎心肠的恶毒 凤婷哥哥 你知道的 外面那些关于我的传言 都是误会 你 你说 苏萌怎么了 他居然没有死 他收够了苏氏 你说什么 他把苏氏收够了 怎么了 他 对啊 你这个废物东西 废物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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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自己公司都看不住 这个废物 废物 你这个废物 对不起阿涛 对不起 你别打我 那怎么办 我现在没有钱拿了 你别急啊 阿涛 你怎么会没有钱拿呢 其实 我一直 宝贝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喂 喂 阿涛 出来打开了 这就来 坐来 二仗 要不要 要不要 你走吧 说啊 防炸 要行啊 又赢了 起开 起开 今天运气真好啊 阿涛 你都被奉归养了 怎么还在这种地方跟我玩呀 就是 谁不知道他偷偷了别的脑子 可是看成第一前进了 他算个屁 一个媒体人脑子的蠢女人 连自己的公司都被别人骗了 这你也能扰 那也是你的公司呀 对啊 所以我打了他一顿 你什么呀 我可傻子 你个小子 阿涛 你马子在圈里来了 这不是那谁吗 是啊 苏蒙 你还没有死吗 看来你分得清 我跟苏鱼啊 苏鱼见到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看来你们的联系还是很紧密啊 要是陆家发现了你们的事 你会有什么下场 我帮你下个劲 你来干嘛呢 不走 苏鱼破产了 你的手头应该很紧吧 苏鱼有她的办法 苏鱼的办法 她能有什么办法 她的办法不就是从陆家拿钱吗 先不说你们的事情被陆家发现了 会有什么下场 就算她跟陆浩婷真的结婚了 你以为她能拿到多少钱 陆家的商量 应该也不会缺钱吧 你太天真了 你以为陆浩婷会给她掌权吗 陆家的产业一分也轮不到她 她的开支也会被陆浩婷的秘书 严格管控着 她现在还能拿到钱 那是因为她还没有结婚 明白了吗 你到底想了什么 我保你离开苏鱼后半生 也能理事不丢 只要 跟我做个交易 我保你 我 你来干什么 草包 别被他发现了 没事 我觉得晚上有点太过分 跪不去 来看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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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是 陸伯父 你看這件怎麼樣 這個好看 落落大方 可是 諾浩婷他不願意娶我 怎麼辦 他小子不敢不聽我的 我說你能嫁 你就能嫁 蘇伯父 要不要讓蘇瑜進門 我勸你 還是再考慮考慮 你就是蘇萌 正是 陷害蘇瑜破產 現在又來謊害他的婚事 蘇珊河怎麼會有你這個如此惡毒的女兒 爸 不是這樣的 你給我閉嘴 等會兒我再收拾你 陸伯父 您先別急 您先看看這個 你想幹嘛 怎麼 心虛了 你們兩個一起來 小也知道 不就是為了破壞我的名聲 阻止我嫁進陸家 陸伯父 您剛剛還說要為我撐腰的 蘇宇 你竟然不等我們做這件事 陸伯父 這這這都是誤會 這這不是我做的 我知道了 那天你根本就不是來道歉的 你是來偷我的手機 我確實拿了你的手機 陸伯父 都是他們偽造的 蘇宇 要是你還不承認的話 我就要播放別的殘忍 還有什麼 蘇宇 一個沒臉沒批的東西 蘇宇 這這不是我 現在科技那麼發達 這肯定是AI合成的 我沒有做對不起 浩婷哥哥的事情 我發誓 蘇宇說的也有道理 你是不是沒愛什麼好心 故意設計陷害蘇宇 要是你們這都不相信 那我只剩下最後一張 進來吧 蘇宇 您是 對不起伯父 我懇請您取消蘇宇和陸先生的婚禮 我和蘇宇真心相愛 我想娶她 你說什麼 我和她一直保持了聯繫 蘇宇從未嫌棄過我的身份和條件 還死心塌地地跟著我 蘇宇失去舒適之後 她的禁忌壓力很大 她一直安約我說 她有她的方式可以解決 蘇宇 還懷過了孩子 這是沒保存 蘇宇為了養她 挪用了我們一百萬 一百萬 你是誰啊 我根本就不愛你 不對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你誣蔑我 你 你給我閉嘴 她是怎麼把一百萬 從我們陸家挪走的 你給了她幾百萬 讓她隨便買結婚的東西 我怎麼會相信你 卑鄙 無恥 蘇萌 你就是看不慣我過得好 花了這麼多手段也要毀掉我的一切 我要殺了你 蘇萌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沒事 蘇萌 蘇萌 人要為做過的事情付出代價 你 你們不能趕我走啊 我真的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當初做那些勾欠之事的時候 怎麼比少年會有經典 不不不 之前是蘇宇不懂事 蘇宇知道錯了 蘇宇再也不敢了 我媽丟下了我 我爸又去世了 出了這裡 我實在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趕緊讓這個女人從陸家消失 陸伯伯 陸伯伯 父親 別太難過了 都給我看走夜 被一個丫頭騙子 耍得串串串 把這樣的人清理出我們陸家 也是好事 你別以為這樣 那個蘇萌就可以進這個家門了 你以為 我看不出你什麼心思 蘇宇做錯事是不假 但是那個蘇萌給他下套 讓他出丑 也不是什麼善惨 我絕對不會給他這個好臉色 你手好涼啊 很冷嗎 要不送你回去 不要 我想和你走走 好 你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我爸被蘇宇這時候打劫挺大的 最近錢別有什麼大的走 沒什麼打算 哦 我想和你結婚 但也不想委屈我 我要先回去了 怎麼了 被陸家趕出來 發現還是你龍哥好啊 我要殺了他們 快滾吧 你現在一無所理 我是不會幫你做任何事的 不錯 那我就去報警 你殺了我吧 你想蹲起你 不怕 殺了你 錄音很趁具我都打包好了 我現在就報警 你想怎麼做 嗯 陸君啊 現在你心愛的女人 在我手上 一個小生命 還千萬現金魂 不然 對啊 宋盟怎么借过 我可不敢不争 宋盟今天来上班了吧 盟总准备出去了 不对 那是苏语 别打扫警察 马上报警 给我去查每条大街小线的经过 好的 陆总 苏默小姐一定会没事的 准备好疫情换线线 是 现在还没东西 死到临头了 你还想说什么 他不会来的 你要是想用这种方式骗我们放过你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们都错了 什么错了 你还想狡辩是不是 他是一个谨慎的人 喜欢万无一失在行动 这场勒索对他而言风险太大 他不爱我 所以他不会冒着倾家荡产和自己被绑的风险 还救了 立刻放了苏默 不然我杀了你们两个杂碎卫狗 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现在放了苏默 我还能留你们个全身 苏默你来干嘛 赶紧跟我滚回陆家 我不需要你在这里装好人 我就喜欢装好人 你让我感到恶心了 从过去到现在 你不过就是一直缠着我的一条狗而已 让我厌烦 你赶紧滚住我的世界 什么贱嘴废话这么多 给我安静呆着 苏鱼 你找死 我们让你准备了钱 不愧是有福禄少爷 这么多现金 说拿就拿 你们该放人了 别过来 我可没说 要给你一个活的苏默 你出发 陆浩婷 指责别人之前呢 先看看自己的嘴链 你就没有对我出尔反尔过吗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算是死 我也要拉着苏默 寄起陪葬 苏鱼 苏鱼 阿桃 阿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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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鱼 这就是你新找的聘务 不是呀阿桃 你听我解释 钱和女人都是老子的 老子抢钱抢女人 我做什么都不苏鱼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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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别打了 那两个猪头 我看你吹呀 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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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我了 你先走吧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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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跑啊 怎么不跑了 我都要看看 你怎么一个琴笔金鲜 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已经来够了 钱呢 我已经拿到了 这样的 我给你们一个活命猪 你们两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从这里跳下去 我就立马放另一个人走 怎么样 不是爱的死去活来吗 哎 我都要看看 你们要怎么选 苏鱼 你不得好死 我要你们阴阳两阁 哈哈哈 看吧 口屁的琴笔金鲜 你们两个人 还是一起去死吧 我跳 为什么 老天你凭什么跳 你要是敢跳下去 我恨你一辈子 你和我一辈子也好 就是记我一辈子 老天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不要跳 不要 哭什么 你还年轻 漂亮又聪明 没有我 你被活得很精彩 老天 没有你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好啊 真是感人肺腑 陆浩婷 我没想到你可以为了素能做到如此地步 你这种不懂爱 也不配被爱的可怜人 永远过 不要 老天 你不要叫你回来 我一定还能想到别的办法的 如果跳下去 能换你平安回家 也知道了 不 你以为素语会有这么好心吗 就算你跳了 他也不会放过我 别磨叽了 赶紧跳吧 不然 不然 我现在就弄死素 你 不要只跳了两个孩子怎么办 你敢让他们没有爸爸吗 我 我好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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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首富又怎么样 行者都给我去死 我得不到的 我就要毁掉 都死了 苏萌 你也别想跑 今天一个都活不了 放开我 苏萌 你不得好死 都是你逼的 苏萌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都怪你这个冒牌货 抢了我的脸 抢了我的财产 还抢了我的爱情 只有你不得好死 我才能好过 苏萌 你落到现在这样的下场 是因为你自己又蠢又坏 你要是不会作恶夺端 也不会这样 都是你逼的 去死了苏萌 给我去死 苏萌 放开我 放开我 苏萌 苏萌 你还走吗 我好听在下面 你快去看看 刚刚我和警察来的路上 听到了坠楼的声音 我们去搜过了 但是 只有龙哥和阿涛的尸体 没有路总的 我看你 我刚刚颤识的自己 威乐 我每个人都在泪 我都在摔 我都没有 我都在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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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ático 我都在摔 你 这位小姐 你当我录了 我赶时间